14日,中国地质大学武汉,著名构造地质学家李德威教授因病逝世,想年56岁,他提出的地球系统动力学理论已成为目前国际地学界的热点。 14日,在病床上,他依然坚持工作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李德威教授研究青脏高原近30年,行程超8万公里。 1990年,他参加了李子津教授,负责的西藏罗普沙克铁矿大比利池城矿预测,发现了许多语币之构造学说相矛盾的现象。 为了弄清原金,从那时开始,他每年都要花三至四个月的时间奔波在青脏高原,足迹几乎他变了高原的每一村土地。 经过多年实地调查,1992年,李德威提出了一盆山偶河,下地窍流动,为核心的层流构造假说,一举打破板块构造假说,以非常简洁的模式和合理的动力来源,完整的解释, 了青脏高原上的各种现象。 此后,李德威相继又提出了杨禄河和多极循环,四维动态城矿和地震热流气城野等创新理论,建立了盆山与杨禄河的地球内部系统动力学,和地核与太阳能共同驱动的多极循环地球系统动力学,初步形成了一套以青脏高原为基地的地学理论系统。 在他刚提出曾流构造假说的时候,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,也有人暗地里说他傻,一个教授,不把心思放在SCI论文上, 却固执的搞什么科学理论创新,跟板块较劲,跟地震较劲,就是在跟自己的前途较劲。 但他从不在乎别人的议论,更不愿随波逐流,他说,我绝不会为了平直撑,放弃创建自己理论的梦想。 2011年至2012年,李德韦曾两次以执行主席的身份,参加香山科技会议,先后获得跨世纪学术带头人,中国抵制调查成国奖二等奖,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,等诸多荣誉。 近年来,随着对地球研究的不断深入,他开始用创新的理论研究固热能,地球物质发生固态流变的热能。 李德韦教授科研团队通过重点研究南海、雷穹烈骨其周边的固热能热源及控造,查明了雷穹烈骨,南侧的固热能分布规律,今年三月在海南重北打出了中国东部第一景。 为中国固热能的开发和利用战线了美好的前景。 并重知己,同事到看望李德韦,当时他几伏种得很厉害,艰难的握了手。 他一见到同事说,的确实项目的人员安排,他说自己已经没力气了,希望学校能继续把事情办成。 在重症监护士写下开发固热能,中国能学起。 据李德韦的夫人介绍,他的病情十分严重,怕感染,需要隔离。 但他不轻,不断召集学生来论证项目。 9月12日他在并没住进重症监护士不能说话的情况下,写下开发固热能,中国能学起。 这是他终胜追求的事业,也是对祖国最美好的助言。 真正的国之伎俩,李老师,一路走跑,科技日报记者,刘志伟长江日报,本期,崔腾,蒋川流程,RB014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